嘿大家好我是MNike叫我EMO或EMO 今天要來講三階段三王的初步刀 那這個初步刀的角色練度 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陣容推薦 就是R13四件裝的RANK推薦 的那一部影片去做生的 如果沒有跟那一部影片不一樣的地方 我就不會特別提 所以我沒講的話就是跟那一部一樣 好那總之呢 這個時候這一次的三王 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 在預報的時候就有稍微提到 三王的傷害並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沒有很意外啦 這一刀法刀還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還是可以正常運作 那比較有的問題是說 它的防禦力有提升啦 因為防禦力提升的關係 導致破防不是隨時都是滿的 這其實是稍微有影響到傷害量的 所以這一刀應該可以 稍微再去做一下這個軸的調整啦 再去做一下軸的調整 基本上你隨便按 它還是會可以運行啦 然後大概可以打到個 兩百七兩百八左右 就是隨便按大概就可以打到這樣的傷害量 然後鏡華有爆擊的話 當然就是再往上加 再往上加 不過呢 去精緻這一刀的軸 應該是可以去按到 300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可以按到穩定300的 這樣子的量啦 那我也有看到有人說可以 340什麼的神奇的按法 之類之類的 反正就是這個三王的 三王的這一刀法刀啦 沒有什麼意外 那這一刀法刀它有一個特點是 它可以去搭配武王的法刀 因為武王的法刀是沒有用伊莉亞 然後沒有用中二的 然後這兩隻角色都沒有用 所以呢 呃 這一刀呢 你就是租 鞍 然後還有 武王那邊租 淨華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去做到 兩刀啦 當然租永黑也可以 看武王那邊你要出 永黑還是出 淨華都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出兩刀法刀啦 算是這個月應該是比較舒服的法刀啦 對個人的傷害量來說算比較舒服的 就你在三王出一個這一刀法刀 然後在武王再出一刀法刀之前介紹過的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如果你真的 逼不得以要在三王出物理刀的話 其實是還蠻不舒服的 我覺得是蠻不舒服的 因為 首先會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說 R11的月月是扛不住的 所以畫面上的這個月月是R13的 畫面上是R13的月月 因為R11 他到後面的時候會倒 那倒了之後 導致破防量不夠 所以傷害就甚至連200都不到 這樣子 但是即使就是 嗯 用跟二階段一樣的這樣的陣容 雖然他是可以運作的 但是 傷害大概也只有200萬 左右 就算去精緻他的軸 大概也只有200萬左右 這樣子 所以 不算是一個非常有發展性的陣容啦 所以這個陣容 我應該不會去看他的手動刀要怎麼寫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說 如果你真的逼不得以 你是聯盟的最後一刀 因為有些聯盟是沒有牌刀的嘛 那假設你是聯盟的最後一刀 或者是說 呃 反正你逼不得以 你要出這個三王的物理刀的時候 大概就是像畫面上這樣的配置啦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呢 如果可以的話呢 兔子的部分可以換爆弓 或者是換這個基塔 那換基塔的話 傷害會比較高 基塔也是在暈眩圈之外 他還是站在併交之後 所以基塔也是不會被暈眩到的 也是可以使用的 只是 呃 前提就是說你的另外一隊物理隊 不能用到 基塔 不能用基塔 或者是你出兩隊法隊之類的吧 反正不管你怎麼出 呃 美美的這個位置是可以做 替換的 只要是併交之後的角色就是 都可以的 那其他的角色其實 嗯 應該沒有什麼更好的 阿里莎跟小坎 算是 呃 暈眩圈之外 中 輸出比較高的角色了 畢竟兩隻都是有專武的角色 算輸出比較高一點 好啦 總之 物理隊的部分大概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就是用R13的月月 然後克總 然後後面再看你怎麼放三隻的 輸出角色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打法 好 那簡單的跟大家講了一下 三王大概要怎麼出啊 三王的血量不算多 所以有法刀的話 理想來說應該是 法刀可以收掉是最好啦 因為物理刀真的 不是非常的舒服 那在法刀可以出一個這麼豪華的法刀 的情況下呢 那法刀當然是最好的 然後法刀當然是最好的 呃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聯盟戰都可以打出理想的輸出 那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